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金金 以前一百九十几 张凡在那黑影消失的地方 发现了一股有着消散趋势的念力 自个的他也算是明白了他刚才失神的原因了 那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精神力 被念力悄无声息地控制了 张先生 姚村长往张凡的身边凑了凑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哦 刚才走神了 所以没发现那句是砸过来 张凡冲姚村长笑了笑 他并没有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他怕姚村长听到以后 心底会增加什么莫名的担忧 啊 对了 您怎么来了 我想去看看 昨天被砸腿的那个村民的恢复情况 远远地看到您我就过来了 没想到我来的时候 真看到巨石朝您擦过来啊 啊 现在没事了 你忙吧 听到张凡的话 姚村长连连摇头 不不不 我还是留下来陪你 你要是再走神了那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 经历过刚才的事 我怎么可能还会走神呢 我还没活够呢 那 那也不行 我还是陪你吧 姚村长显得十分的固执 张凡看他一样 无奈地摇摇头 不过也并未再劝他离开 他愿意在这儿待着 那便待着吧 刚才张凡的精神力 之所以会被念力侵蚀 那是因为张凡是毫无防备的 而现在张凡用悬门之气 对他的精神和灵魂 都进行了保护 在张凡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念力就不可能像之前那般 侵蚀张凡的精神和灵魂了 随后他也没再和姚村长搭话 拿起一旁的铁签来 继续挖制深坑 姚村长也帮着张凡干起活来 姚村长虽然称得上是老当义壮 但毕竟年龄大了 干活的速度只有张凡的五分之一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已经被挖出一米的坑的深度 再次往外扩张了一米 但是张凡依旧没有发现有什么震纹 可这次张凡并没有歇着 继续往外面扩张 就在张凡把这坑 扩到东侧2.5米的时候 张凡终于在距离地面 0.5米的位置 发现了一股浓郁的风水器 见到这样的情况 张凡心头一喜 直接便拿起手中铁钳 往扩散出风水器的土壤为止 狠狠地一铲 伴随着一块块土块的脱落 一条条抵挡着浩荡风水气息的震纹 便出现在张凡的面前 果真是隐忧性震纹 与此同时 张凡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兴奋 终于是有所突破了 姚孙长却是看不到风水震纹的 他看着脸上挂着傻笑的张凡 满脸疑惑 挠着脑袋 这张先生为什么要傻笑呢 不会是被刚刚从天而降的巨石 吓得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吧 张先生 张先生 姚孙长的声音 把张凡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望向姚孙长哈哈一笑 而后 干劲十足地继续清理 出现风水震纹位置的土壤 见张凡这么一笑 姚孙长越发地不安了 他满脸都是担忧 张先生 您没事吧 我很好 没事 张凡一边挖土一边回答 他话音刚落 又一条震纹出现在了面前 看到第二条震纹 张凡越发地兴奋 干劲也是更足了 仅仅用了二十分钟 便又把坑往外扩张出了一米 在深坑的东北位置 一共出现了五条纵横交错的风水震纹 一般的震法都是一起合成 互相勾连的 只要找到一条或几条 顺着这些个震纹 就可以把整个震法给显露出来 但是 面前五条震纹 却和张凡所想大不相同 这五条风水震纹 所交织出的形状 如同是一张渔网 但是 风水震纹的渔网末端 已经没有与震纹相连接 也便说 这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独立存在的几条 交织在一起的震纹 那便是一个震法 但是 面前这有五条风水器 震纹所组成的东西 却并非震法 因为 其中并没有震言 这世上任何一个震法 都是有震言的 没有形成震言的震纹 可以说是没什么作用的 张凡脑海中 不禁闪过了两个问题 在这安排几条隐忧性震纹 是要做什么呢 仅仅为了迷惑别人 跟巨石砸落没有关系吗 可是每次巨石砸落 那个挖出了覆盖着 鳞片虚弱的位置 都会有风水气息产生 难道 真的会没有关系吗 面对诸多不解 张凡又拿出手机来 拨通了欧阳老头的电话 小凡呢 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那扩散出风水气息 周边三米的位置 的确有引诱性的震纹 并且 一共有五条 张凡下意识 看了一眼五条震纹 站在张凡身旁的摇孙上 也顺着张凡的目光看了过来 不过 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时间 显得有些懵逼 难不成 是自己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过 这五条震纹交织在一起之后 却没有形成阵眼 并且 末端也并没有连接别的震纹 也就是说 这五条震纹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每次有巨石砸落 风水气息都会出现 我感觉 那些巨石坠落 应该和这些震纹有关系 但是事实上 这些个震纹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现实和推理自相矛盾 这 张凡话没说完 话筒对面的欧阳老头 却是轻笑了一声 怎么了欧阳 你笑什么呀 有件事情 我忘记告诉你了 什么事 就是 这引诱性震纹 和普通震纹不一样 用引诱性震纹 既可以构建普通震法 也可以构建特殊震法 而用引诱性震纹 构建的特殊震法 震纹是可以出现断序的 震纹可以出现断序 张凡轻声嘻喃 脸上出现了一抹思索 而后 他紧跟着问 那也就是说 这五条震纹有可能组成了某个 特殊的震法的一部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